云南会人员 沿着游览车周围及内部 仔细勘察搜证 任何可能引起事故的细节 都不能遗漏 时速看得出来吗 我看目前不晓得 回到游览车车祸现场 还是能清楚看见 绵延好几公尺的刹车痕 这起事故发生在20号晚间 一辆行进高雄人物区的游览车 冲撞寒冻 造成一人死亡 14人轻重伤 当地民众表示 该路段过去就常常发生车祸 只不过这次特别严重 车流量太大 它拓缓了机车道跟快车道 拓缓之后就三不五十就撞到 从那寒冬进去 三四个月一次 可能昨天晚上昏暗 它对那边也不是很熟 所以以为是平面道 但是它其实是机车道 这算是职业素养 这自己的明天的功课 自己要做一下功课 是不是熟悉路况吗 司机肇事原因 还得等相关单位调查后 才能确认 欢迎新闻另外凯阳格 罗贝尔高雄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明转发展 请订阅明转发展